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一次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再说一次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这个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 那么其实讲这些基础是很无聊的一些东西 就是包括所有的老师都不爱去讲这个基础 因为太无聊了 谁都不愿意去讲 那我讲的时候也感觉我好傻样 就是说也感觉自己很无聊样 但是为了所有爱好异学的朋友 那么我就傻一次吧 我就把这些所有的基础交给大家 然后我们学会了这些基础以后 我们慢慢的去深入 慢慢的深入以后 你在不同的老师那里去学习 一道学习的更好的东西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这就是十天干 十天干的作用关系 十天干它包括了 夹 鱼 饼 钉 物 己 根 心 刃 鬼 那么十天干呢 你看我们的罗盘里面 除了这两个字它不在罗盘里面 其他甲乙 饼 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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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它都在我们的罗盘里面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二十四三项里面 那么物己它属土 它是在中间的 这是河图路说里面的知识 现在你不要管它 那么甲己也甲乙 甲乙它是五行 它是属木的 当然它还分阴和阳 秉定五行它是属火的 那么甲乙它在东方的位置 秉定它在南方的位置 物己呢 它是在中间的位置 根心它是在西方的位置 任鬼它是在百方的位置 那么我们整个罗盘里面 除了这物己这两个字不在以外 那么它八个天干都在我们的罗盘里面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二十四三项 甲乙东方木 丙丁南方火 物己中央土 根心西方经 任鬼北风水 那么它又分为阴和阳 你看一下 五阳干就包括了甲 丙 物 根 人 五阳干呢 它又分为了 乙 丁 丁 与 心 鬼 那么怎么更好的去记忆呢 你看 我是这么记得 我以前学这个的时候 我是这么记得 大家看一下 我也是这么记 甲 鱼 丙 丁 物 与 根 心 认诡 那么你看 上面这个前是阳的 下面这个不是前是阴的吗 阳刚和阴刚很快就七分出来了 你看我们这里 夹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认诡 那么上面这个前是阳的 你写的时候 你也这么写就更好地记 那么他这是属阳的 上面这一排前是属阳的 那么下面这一排 他就是属阴的 当然大家一定要记住 假语他是属木 五行是属木 记住了五行属木 丙丁呢五行属火 物鬼呢五行属土 根心五行属金 认诡他是五行属水 那么假木他是属阳木 乙木他属于阴木 丙火他属于阳火 丁火他属于阴火 物土他属于阳土 吉土他是属于阴土 根经他是属于阳的经 心经他是属于阴的经 认水 认他是属于阳水 然后鬼他是属于阴的水 这些必须要记住 在我们八字里面 你学这些东西 其实很简单 学到下面 根本就不用你学什么了 我都在给你讲 好吧 那大家要不停地去复习 你马上就要入门了 再学两三节课 你就入门了 已经入门了 八字你已经弄出来了 这些你入门了以后 以后才你更好地去批这个八字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那么我们学会了这些东西 以后我们择日都很快的 有个老师讲讲讲半个小时 你全部学会了 好吧 那么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这节课我们就重新复习一下 十天干 甲乙丙丁物己根心认鬼 五阳干 甲丙物根人 他属羊呢 属羊呢 五阳干呢 以丁己心土 好 这节课我们就已经学会了 十天干的作用关系 那么十天干 我们就知道它的五行 它的阴阳 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重要的东西 我就叫它不用背 那么重要的东西 这必须要背的 这是基础知识 大家必须要背 你学会了这个东西 你才会看罗盘 你不会这个东西 那个罗盘 你看起来你是懵的 好不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